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刚刚呢我们也分析了这个刚才比赛的一些选手他们的情况 那这场比赛呢是男子的60公斤级的季军军国战 红方选手呢是来自广西的蓝友生 蓝方选手是来自上海的潘岳杰 双方下台是不计分的 对 刚才红方用了一个推类的战术互相下台了 那所以说这个三打比赛当中 他们我觉得更注重的应该是腿法 腿法的灵活性 对不对 因为现在咱们三打的规则就是用这个拳法和腿法 击中有效的部位是得分的 然后腿法击到大腿是一分 踢到躯干是两分 踢到头部是两分 然后拳法击打到头部和躯干是一分 那么这样可能再就是摔倒对方是自己战略是两分 先后倒队是得一分 下泪才是得两分 那么两次下泪就是这一局就 直接结束了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场比赛 刚刚看到是李月瑶那场比赛 直接两次下泪就结束比赛了 刚刚也说到了 这个下泪两次如果直接结束比赛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武林峰 自由搏击比赛规则里面的单局 独秒三次就直接自动结束比赛一样 也有点类似吧 有点类似 他这个三打当中也有每局当中 要是这个强制独秒两次 然后这一局就输了 也有独秒 对对对 要三次要出现这一场比赛 出现三次就整场比赛就输了 就是三打比赛 那么这个就是两次下泪是对每一局当中 是一个技术的出现 那么是对方下泪才能体现中 能够输打泪的这种 很快啊 两分钟就直接结束了 我们看这两位呢 其实也都是拿到过冠军头衔的 第一局比赛结束 第一局来报告 第一局来报告 面 Melissa 深屏 我们 第二回合开始了 我们刚刚的互相对方踢腿都有得分 对对 互相击打在上面 有时候就是有得分 但是我看到现在目前 就刚刚同时击打 但是蓝方得分多 红方得分少 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他击打的位置 红方击打的小腿 然后他击打的这种腹部 因为两分也是一分 这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是每回合两分钟 每回合两分钟三举两声 其实考验呢 我觉得不是体农的一个巨大考验了 更多的是你的技巧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是 跟国家无关中心的这种要求 我们就国家队的教练度 已经跟我们裁判度 还有专家度 进行了几次这个探讨 所以我也想在这种规则上 进行一些修改 也有些我们教练员 也偏向有一种想 这个打满三局 跟武林峰一样 这样一有力转波 打满三局 另外再就是这三局当中 可以叫运动员 在智能体能和智能中 完全发挥 这样子可能在这种打的当中 可能更好地发挥出 他的激战术来得上 是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看武林峰的比赛 打满三回合一般都是大汗淋漓 或者最后都已经没劲了 出拳都没劲了 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机场比赛 不管是三回合还是两回合 体能还都是不错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运动员的三局两胜 运动员都在在前两局当中 我觉得还是全力有数地 去把前两局想拿下 这样就可以不打第三局了 是的 其实这个攀岳杰是自带了20分的基础 这个得分来的 对对 这个初始积分是之前他得到了 那上次他得了第二名 又拿到了 10分 上当时拿到10分 所以说他目前的积分 是20分排名第二位 对对对 这次选拔这样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60公斤 这几个运动员 这前四名的运动员 都是非常强 比赛结束了 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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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方胜 所以说直接第三回合就不用再比了 对对对 三局两胜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给自己多留一点体能 然后明天还要应对我们的第三轮的比赛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蓝方胜 祝贺上海班月节 也感谢广西 蓝有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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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